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没有问题 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带来一把这个全都是顶级高手的混战 好 大家看 我们呢 随到了一个盟局 但是呢 上面的这个紫色啊 并没有把他的这些建筑直接往我们这里原生了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抢下这一块地盘啦 你看 我们直接啊 碉堡过来 把这两个小鹿给他看住 这样啊 这后面的箱子 我们是不是就能跑过去吃一家的呀 要的效果就是 得用这个碉堡把这一片地盘给他看住 一个围墙一盖 你看 里面的箱子啊 就全都归我 那对吧 好 然后啊 我们再提前造一个这个小船长 哎 咱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吃一下咱们的这一些箱子了对吧 你看啊 上面的这个紫色 也想过来抢我的箱子对不对 但是啊 你看 我们呢 已经提前造了无数的碉堡在这儿了 哎 结果你看 小蓝啊 跟我抢箱子 结果没有看国家 对吧 他下面 怎么能是个法国呢 哼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舒服了啊 因为在打这种高手混战的当下啊 就是谁能归得住 谁的优势就大啊 只要你不打架 那里肯定又是优势最大的 好 那你看 我们呢 跟手上也捏一下光能塔 因为我们得防止啊 上面的这个紫色过来干我们对吧 这么多碉堡啊 再加一个光能塔 跟着一储 他就 瞬间啊 打我们的心就全无了 对吧 你看 紫色啊 直接跑到右边 跟小黄干起来了 而且小黄现在手上啊 并没有几个坦克 好 你看 左边的蓝色挂了 我们就可以过来啊 自己枪走了 不过这个红色啊 刚好有几个这个蚊子 把我们的运输船啊 给干掉了 赶快 我们也造几个蚊子啊 现在手上 经济还是非常好的 对吧 你看 我们这一把啊 哥家归了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的优势不就越来越大了吗 但是啊 你看 我们捡到了这基地 那基地啊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展开 因为你看 下面这个红色啊 它已经慢慢把它的建筑 给延伸到我们的家里了 对吧 它还是一个法国 在这种啊 带箱子的小快递当中啊 这个法国 那不用说的啊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你看 我们在家里面啊 发育的时间偏久了 咱们的高科技搞出来已经有航母了 然后顺便过来偷一下紫色的情形 你看 紫色在右边操作 重工造在了我们家门口 那这个心啊 我们投一下肯定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把这个苏军基地啊 给拖回家 家门口有箱子 那肯定啊 要吃一吃啊 结果这个小蓝啊 竟然也是一个法国 但是粉色好像已经要把它给带走了 对不对 这个基地 但没有什么地方展开啊 我们就直接把电场先招来点 你看 捡了好几个基地 但是啊 我们没有足够的地盘 把这几个基地啊 给它展开啊 好 我们先用航母 过来慢慢炸一下下面这个小红啊 你看 小红啊 这一些坦克 都被我们给炸的差不多了 对吧 那红色其实现在也有点肥啊 因为家里面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光能坦克 啊 不过啊 它的这个光能 要是不捡到属性的话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 它要是捡到三星带火力 那确实啊 非常利害 但问题是 它如果没有 那可能啊 就要被我们的报纸壳子啊 给胖揍一顿了 对不对 好 你看 我们的航母啊 已经在上面的海域 把它的这一些大炮啊 全都给压回去了 就一直把东西往我们的家里面造 这么啊 这航母必须得给它一点颜色看一看的 对吧 好 那你看 这样的话 刚好上面有一个冰淫 咱们再过来啊 看能不能借一下它冰淫的一些 现在这个紫色 手上已经没有东西了 我们进它的冰淫 那它感难吗 肯定不感难 它感难的话 我们就一波啊 就能将它直接带走 好 那你看 这对面啊 哎哟 这粉色手上的坦克还是比较多呢 那我们这坦克也得稍微多造几个 对吧 现在手上啊 现在手上啊 这个之间非常的紧 跟下面啊 这个兄弟刚好形成了一个鸡角姿势 而且他还是个法国 我们暂时啊 打不死他 那我们啊 有人想把它给干掉的话 就只能在前方的海域 再造一个船场啊 才能把它给带走了 对吧 好 咱们啊 先不着急 把咱们自个的家里的这一块地盘啊 给它稳住 那和雷啊 这想了一下 确实有点穷了 对吧 算了 那就把这个上面的紫色啊 消灭了吧 反正紫色就以亮坦克啊 然后这个小红啊 小红想上来跟我们操作 但是它的光能啊 实在太弱了 对吧 我们的报纸盒子上去 把它的光能一波全都带走 那现在啊 我们就得把这个上方的这个紫色给它带走啊 反正这个紫色啊 现在它已经大势已去了 对吧 哎 我们把紫色带走 我们还得试一下紫色家里的箱子啊 主要就是没钱呢 没钱的话 我们就需要更大的地盘 能让我们捡到更多的箱子 你看像这种地图 你说你凭油田给钱 那纯粹啊 那有点吹牛皮了 但是呢 我们就捡箱子 哎 一个箱子啊 两三千块钱 那只能靠啊 这个捡箱子 我们来赚钱了 对吧 好 再准备一下冷冻兵 哎呀 这是小粉 小粉过来啊 想抢我的箱子 我们手上啊 毕竟坦克数量也并不需他 然后下面呢 小红也过来了 这光能啊 想上来跟我们换一下 那 这肯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啊 好 咱们先慢慢来啊 一步 一个脚印 把船场啊 哎呀 其实这一步啊 理论上啊 我应该是要把那个船场造到我下面的那一个蒙古海军的一片海 本来造了这个海域呢 想看一下右边两个人 对吧 但是右边两个人啊 他俩继续掐架 掐起来了 那你看 这种局面啊 对我们就非常的有利啊 要不然的话 对面手上啊 有重攻 捡箱子 捡一点这个三星坦克啊 我们很有可能会招架不住 那对面这右边两个人啊 打起来 那肯定就好办了 对吧 因为啊 全都是顶级高手的这个混战当中啊 大国的水平也都差不多 这不能啊 再用这种打路人防的方式来操作啊 上当打路人防 我们可以一个打好几个 对不对 打这种啊 都是高手的房间 顶多就一打啊 想一打多 那基本上不太限制 好 那我们呢 这一波直接就把航母啊 拉到下面 对面啊 虽然还敢把他的大炮 拉到我们的上面的这一块地板啊 那刚好 我们的经济也减的差不多了 基地往中间一拉起来 我们抱着可受的数量是不是也起来了呀 那这样的话 你看 我们的航母 起到下面的这一片海域 纵使啊 他有这个大炮过来跟我们做交换 但是也没什么用啊 拼了这个红色啊 我估计他就是想 打我们的那个航母飞机啊 赚一点吹毁数 因为现在啊 打的这个混战王啊 他有一个规则 就是时间到了之后啊 他要算这个吹毁数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问题并不大啊 这个小红啊 他想坚持到时间到了 那肯定是没什么机会啊 那他需要坚持的时间啊 非常的久 如果呢 时间没到的话 咱们就是按照结束之后的那个积分来算的啊 航母的小飞机 一个积分 那等于10啊 随便他打啊 得打很多个他的这个积分啊 才能上去 好 那你看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坦杀过去啊 上面这两个箱子必须给他捡一下 我们尽量拿已经捡到buff的坦克去捡一下箱子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啊不能吃到钱了呀 对吧 除非我们本身就是想给我们的这些坦克 加一点什么属性的啥的 如果说捡钱的 仅量就是拿已经三星了 已经捡到火力 已经有防御加速的 过去捡了 他会自动变成钱箱子 好 那你看 这样渐渐的往前面推着推着啊 很明显啊 这个小红已经快要着下不住了 咱们这一把的优势啊 也非常的大了 然后你看 小红受不了了 拖上光能坦克向上来啊 跟我们硬碰硬 其实啊 他的这些光能坦克基本上没成功啊 有这些光能坦克 那确实还不如搞一些报纸壳子上来 那或许啊 能对我们带来的压力更大 可惜对手他的这些光能呢 也没有捡到三星火力 他要是捡到三星火力 拿这一把是确实啊 运气有点太好 好 那我们呢 这坦克直接一波冲进来 大炮被我们给打没了 光能坦克啊 也被我们给打没了 哎 我们手上啊 还有这么多这个航母精力非常的好 那你说你拿什么东西过来跟我们招架呢 对吧 那很明显啊 毫无招架之力 好 那我们啊 就可以直接进家把这个小红啊 给他带走了 对不对 哎 你看小红啊 还想拿他的这个东能啊 过来尽量多打掉我们两个兵啊 给他带来更高的分数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让他把这个分数啊 给他打上去的 对吧 好 那他现在啊 家里已经没防空了 咱们的蚊子过去啊 就可以一波把他给收割掉啊 那现在 哎呦 这右边啊 小黄跟小粉两个人打的也是真的非常的激烈啊 这两个人 打的只剩船场啊 给他造运输船 然后你看 很明显啊 小黄运气比较好 这 搞了很多的这个运输船啊 捡到了一些天气 把下面这家树丁给他干掉了 对吧 好 但是我们 也要过来啊 搞下收割啦 然后你看 这个小红啊 给这个船场的后面 藏了两个海螺 还一直用他的这个坦克过来 想拿点这个分数 对不对 我们直接把他的坦克动作 哎 想拿分数 那能让他那么容易把这个分数给他拿到手吗 哎 肯定不行的 对吧 好 你看 我们也不能用这个纹啊 过去强换啊 用纹的强换 那他啊 打我们的纹都会加不少的这个分了 好 那我们的光能坦克 搞到手了 直接把他的这个船场啊 带走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 一不小心拿就赢了 好的 感谢各位的点赞与关注啊 各位点赞 关注应该完全的OK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